原标题林佑佳五个月大的儿子表情包风富酷,逼打疫苗没有哭,妈妈很骄傲林佑佳是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感觉他就是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 很少见他炒作恩爱秀的不多晒娃,更是不常见每天都埋头创作音乐,争取用实力说话。 毕竟只有作品才能真正做到,长盛不衰林佑佳的妻子丁文琪也是歌手,但是自从怀孕生完宝宝以后,她们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全职妈妈,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当妈妈。 对于初为人母的丁文琪来说,也是困难重重,面临不少挑战,于是她和孩子一起成长时不时的就会分享儿子的萌照,并且记录小库比的许多第一次。 写下她一点一滴的进步,这不一月十七日,她又晒出了库比的萌照。 开心地宣布,儿子已经五个半月了小家伙,穿着连体裤躺在柔软的床上四脚朝天。 可爱质疾裤比黑色浓密的头发十分飘逸,大眼睛看着镜头一脸呆萌一会儿,又被妈妈逗笑眼睛都弯成了月牙。 表情包特别丰富,看到自己生了个这么萌的宝宝,当妈妈的什么坏心情都一扫而空, 什么疲劳和辛苦都忘得一干二净丁文奇江库比最近的成长事无巨细的写了下来。 比如,库比才跨完年没几天,就已经可以在地毯上匍匐前进, 而且还开始长乳牙的小家伙现在可以发出波的之类的担心。 四肢五官都在急速发展中,丁文奇还幽默地称,库比喜欢抓妈妈头发担心自己的发样, 让人欣慰的士库比吃副食品一个多月了,每次都吃得很棒,吃过几种蔬菜水果, 目前还不挑食这步,连玩具都往嘴里塞着个小吃货, 没错了丁文奇还说,士库比是林佑家的儿子无误。 看来,爸爸平日里也不挑食哦,丁文奇还提到了林佑家,一直在忙于心训练, 都是自己在照顾儿子自嘲是担心妈妈,虽然嘴上在抱怨辛苦, 但给人的感觉是幸福,林佑家之前立志要带娃一天, 结果,后来又跑回房间,做音乐去了林佑家, 确实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儿子, 因为一眨眼的功夫他就长大了, 再也回不去了,最让丁文奇感到开心的, 是库比打卡借苗那天被医生夸好吧, 竟然是一天下来九十多个孩子里,第一个没有哭的其他妈妈都投来羡慕又崇拜了目光, 让丁文奇第二天都没有走出虚荣感感觉, 就好像儿子得了奥运金牌似的,丁文奇最终终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